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 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快船不能夺冠伦纳德 会加盟勇士吗 早在3月27日 ESPN记者汤姆哈勃斯特就爆出 科怀莱昂纳德与布拉德利比尔将在休赛期 受到多支球队的追逐 科怀莱昂纳德可以跳出合同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比尔会成为交易市场上的相波波 当然小卡也可以选择执行球员选项 或先签后患 快船在4月2日布迪绝经后 球迷们又开始讨论起了科怀莱昂纳德休赛期的选择 自19年季后赛后 小卡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就十分拉胯 上赛季西部半决赛 抢7-22中 6加莫杰5中0 最定的两场比赛关键时刻也陷入泥沼 本赛季关键时刻 34中10 3分10中两支 拿下41分 快船关键时刻 7胜11负稀烂无比 以快船这个表现还要夺冠 4月2日晚 美国媒体FOOP Central分析科怀莱昂纳德在休赛期 有可能会离开洛杉矶快船队 有三支球队会成为科怀莱昂纳德的潜在下架 小卡离开快船的方式有 1 跳出合同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2 执行21-22赛季的合同申请交易 3 先签后换 美媒觉得 裸签与先签后换汇是小卡的优先选择 第一支 洛杉矶湖人对小卡 要加盟洛杉矶湖人只能适以交易的情势 因为勒布朗与AG已经占据了大量的空间 不过湖人为了可以交易得到小卡 必然能清理出相应的心经空间 此前 小卡不愿意联手 詹黄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能带队夺冠 可在快船两个赛季都拉胯 他有可能会选择联手詹梅再度冲冠 第二支 荆州勇士队勇士队有丰富的交易资产 他们有2021年森林郎的手轮签 他们还有威京斯 乌布雷 克莱 追梦等球员 他们得到小卡的方式只能是交易 小卡先签后换加盟勇士联手库里 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库里加 小卡加 克莱的三巨头已经足够强大 就算没有威京斯 追梦 他们都能冲击总冠军 第三支 迈阿密热货热货 在京下可以清理出顶星空间 小卡可以用 自由深裸签热货 如此一来热货就凑齐了巴特勒家 小卡加 阿德巴约的三巨头 德拉基奇 奥拉迪波 伊哥达拉等人大概率 都会被放弃 热货有了小卡后 必然成为中部顶级强队 大家觉得 美眉的分析如何 文言小白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带走啊老板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